据环球网报道 刚刚即位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近日被指脾气暴躁 控制不住情绪 经常当众翻脸 并被其他媒体拍下来 当地时间13日 查尔斯三世抵达北爱尔兰地区 并进行访问 他当天在贝尔法斯特一处城堡 举行了签字仪式 当他在一本访客留言簿上签字时 突然不记得日期 查尔斯先是询问 今天是12日吗 身后有人提醒 今天是13日 查尔斯称 哦 天哪 我记错日期了 妻子卡米拉也在一旁说 你之前写了12日 最后 在查尔斯签完字 其身将笔递给卡米拉时 钢笔突然漏水 滴在了查尔斯的手指上 查尔斯马上翻脸了 他生气地说道 哦 天哪 我讨厌这样 实在受不了这该死的事情 每一个令人讨厌的时刻 查尔斯身边的一位前助手表示 查尔斯脾气暴躁 并且要求很高 这不是查尔斯第一次当众翻脸 9月10日 查尔斯三世 在圣詹姆斯宫正式宣示登机 他在签署文件确认誓词时 他发现 手边的笔盒似乎阻碍了他签署文件 于是 查尔斯转头怒视助手 用手急躁地推了推笔盒 事宜助手把笔盒从桌子上拿下来 英媒注意到 查尔斯三世拉着脸 神情愤怒 英国网民调侃称 上班第一天他就已经受够了 还有人批评称 他就不能礼貌地要求别人移开东西 而不是用一种苛刻的方式挥动他的手吗 不要再找借口了 这很尴尬 与此同时 查尔斯三世的健康状态也令人忧虑 查尔斯三世极为当天 手指肿如香肠引起关注 医生认为 查尔斯三世手指浮肿最大的原因是年纪大了 身体既能老化所造成的水肿 也可能是关节炎和服用药物导致的 查尔斯三世经常被媒体派到手指肿胀 连他自己都曾自嘲称 自己的手指就是香肠指 查尔斯三世即位当天 俄总统普京在贺典中表示 请接受我对您登基最诚挚的祝贺 祝愿陛下成功 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是 一切顺利 请不吝点赞订阅